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含糊不清的故事 确定男 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 大熊看着一个一个擦肩而过的女人 在后面吟笑的歪歪着 突然挥过头看到了咖啡厅里的萌萌 脸色一变赶忙跑了过去 原来两人相约十一点在这里见面 可是此时已经十一点四十 大熊含糊不清的解释着 萌萌一出场我就瞬间想起了一个唱歌的女明星 不知道观众老爷们会不会想到呢 言归正传,萌萌是大熊在外面的行人 想问大熊什么时候才能跟妻子离婚 但是大熊呢,自然想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离婚是不可能的,只能暂时敷衍着萌混过去 这天集团开会 老板让大家报告旗下各个公司的财政状况 轮到大熊的时候 大熊却含糊不清的说 我们部门虽然亏很多 但是想要获利也不是不可能的 客长一听这话,以为大熊没做报告 问大熊亏了多少钱 大熊说,好像不是七亿就是八亿 这回客长激眼了 狠狠地训斥了大熊 人活在这个社会上 做人做事必须确定 这时候电话响起 萌萌打来电话告诉大熊 想要和他的妻子谈一谈 这下大熊傻眼了 准备提前赶回家阻止这件事 拎走前还不忘跟客长说 我好像有点急事 而且告诉客长 感觉好像笼统的社会大概会挺顺利的 就这样,故事正式开始 大熊急匆匆地来坐电梯 但是人很多根本没有地方 这时大熊发现旁边有个没人乘坐的电梯 大熊想着冲动的萌萌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走了进去 就在电梯门关上的一刻 电梯消失了 而大熊则进入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社会 门口几个人在犹犹豫豫地 讨论着午饭该吃什么 大熊焦急地打着车 出租车却走了很远才停下 大熊气急败坏地跑上去 到了十字路口 司机不知道该往右走还是该往左走 含糊不清地犹豫着 大熊受不了了 吵着下车去坐电车 买票的时候看到票价也是醉了 全部都是区间含糊不清的形式 可能是这个价也可能是那个价 等车的时候也含糊不清 不知道该在哪里等车 好不容易上了车 爆站的时候也是含糊不清 可能是这个站也可能是那个站 大熊看着表越来越着急 一个没站稳就袭击到了座围上的大妈 大妈和旁边的乘客含糊不清地 说着大熊是色狼 来到车站事务室 大熊看着两个工作人员 含糊不清地说着他的事 大熊此事也明白了一些 开始含糊不清地解释 解释解释转头就跑了 天都黑了才回到家 可是为时已晚 两个女人已经拿刀对峙上了 两个女人含糊不清地 问大熊到底喜欢谁 大熊想着此时 要含糊不清地蒙混过去 于是又喜欢这个 又喜欢那个 结果显而易见 两个人都把刀插进了 大熊的肚子里 警察赶到的时候 看着两个拿刀的女人 也是含糊不清地 说着凶手是谁 就在大熊快闭眼的时候 领悟了 做人做事 一定要确定才行 故事就这样接 不不不 稍等稍等 听到有人叫自己 大熊猛地睁开了眼 自己还在开会 而且刚好到自己 客长以为大熊 还是要含糊不清地混过去 而大熊呢 这次非常确定 直接告诉客长 就是亏 一路亏 亏到底了都 客长十分地尴尬 让大熊委婉一下 大熊急眼了 做人做事就是要确定 不然刀子就会捅进来 相同的情景 电话依然响起 大熊来到了电梯口 还是自己单独坐了一个 关上门 电梯消失了 这回大熊来到了一个 确定的社会 这次打车 出租车瞬间一个急刹就停住 而且地址问得非常详细 大熊这次又感觉特别的快 于是依然去坐了电车 这回票价 等车地点 到站都是确定 到了摩大妈的时候 大熊这边还在解释 工作人员直接选择了报警 大熊一脸懵逼 到了警察局 大熊还在解释着 警察直接判了死刑 执行到一半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全部都停止不动了 于是大熊焦急地跑回了家 这回面对两个女人的对峙 大熊果断地做出了判断 选择了妻子跟萌萌分手 妻子肯定地对着大熊说 你一直都在骗我 大熊说 是 萌萌肯定地对着大熊说 你不爱我了 大熊说 对 就这样 结果显然一剑 刀子又插进去了 警察赶到的时候 看到两个拿刀的女人 果断直接判死刑 拿出枪击毙了两个女人 三个人躺在一起 闭了眼 这回故事真的结束了 人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 所以有时就会需要随机应变 有的时候需要委婉的含糊不清 有的时候也需要确定 一定以及肯定 你以为阿翔会这么说吗 不 阿翔想说的其实就是 男人呐 还是一心一意的好 出轨没有好下场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大熊观影 留言多多支持 每天一部好电影 丰富你的欲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